FMQE.5 自由之聲 漁夫自由行 大家好 我是漁夫 今天很高興喔 再跟各位我們這裡的市長間 聽不見這個空中記民 說漁夫你這個節目裡面 到底呢 都是講這個而已 都講出頭吃好玩樂而已 當然啦 其實呢 有很多的主題都可以來講 比較說今天要來各國奎混用的 是一個很差別的主題 這個主題呢 叫做啊 其實我在這台南 住了五年多歷來 因為常常在這家民間裡面 所以 我有一個 這個資深國民數位班 呵呵呵 這樣聽到嗎 資深國民數位班 呵呵 就是 比較中老年紀的這些老大哥 老大子啊 啊 因為他們很多人齁 如果看著我齁 啊 那樣子 齁 看你這樣做的咖啡 聽到別人是在喝咖啡 啊你不是啊 你拿的那個 啊 筆記型電腦 啊 耍了呢 還有一個iPad 耍了還有一個iPhone 齁 到底是在做幾項呢 啊 其實齁 事實上是這樣啦 因為我陪到 呃 很多在 會去咖啡店喔 喝咖啡的人 除了 一些 比如說咖啡的人 齁 有一些年輕人 他們比較 呃 純粹的時候 跑到咖啡廳去坐坐啦 聊聊天啦 但是呢 很多的朋友都是 算說 有一點會守 啊現在 這些朋友呢 我覺得很好 很好笑的 但是就是說 我等一下下來的 十五年齁 他們是純粹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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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咖啡廳坐 坐之後呢 那就是母帳啦 十字啦 還是咖啡廳裡面的漫畫書啦 齁 還有一些書籍 三來看一看而已 嘿 但是 這兩年改變了 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第一 咖啡廳裡面 本來咖啡廳都會無線上網 對不對 慢慢啊 我在那裡要上網 我也想看不開 爬不開啊 爬不開啊 我為什麼爬不開 我有一個天啊 就跟咖啡廳的老闆說 唉 時代一定變了 這幾年來 已經變得很嚴重了 你注意看 每一個人怕 我告訴咖啡廳第一件事 手機也一機啦 接下來還有一個 iPad 或者什麼Pad 反正的平板電腦 講了一個 齁 有一組 我在在咖啡廳裡面 看到五位少年那麼多的那裡 正頭到尾 那五位少年啊 差不多只有兩點多久 沒有一個人說話 都不互相對話 啊在做什麼 這五位少年啊齁 一個人一機 手機啊 剛才看五點多久 五個人喔 都沒有說話喔 齁 唉 啊真心說 過一個人看兩點多久之後 就是在規格裡 這些屁股了 這裏六個啊 我哪是給他們 歹 Brush 來 啊這些人也是開始 現在他們也不說話 他們也拿 era 真的走拍手機了 所以劉 así being here 因為你說這五位人 六位人 都沒有在說話嗎 是嗎 其實他們強行是在跟幾萬人說話 你也不知道 雖然他們就是大家都在手機裡面 例如看Facebook啦 看東看西 看一堆啦 所以這個東西變成手機這件事 我先說一個處理 各位如果記得說那個 中國那個陳雲林 也來過 要來台灣 有一年 台南這個 陳雲林來到台灣的時候 台南那個市議員 叫做王頂夫 他們就一群人說要去抗議 要去台中 那時候就在台中的花園飯店 花園飯店 那就是一群人要去抗議嘛 那時候我其實就 去到台北 我就在跟那個 咱 就位這個民主委老前部在說說 我們現在 因為那個陳雲林來台灣 要來 她所有的行程都保密 大家要抗議 總是要有一個行程 有一個什麼 她找一個什麼地方 不知道要去抗議嘛 對不對 為了我們台灣人的這個重險 為了我們台灣 所以我們也要找一個地方可以去抗議 結果呢 這個 咱們知道這個 國民黨政府呢 她就講到這個陳雲林啊 那時候的行程都會把她 都會把她搶給她 都會把她搶給她 媽媽知道 媽媽知道 你是要怎麼去找她 所以我才可以跟她搶 我說 真簡單 用一支手機 怎麼用一支手機 我現在來說 讓我們大家聽 大家都聽好了 比如說 你如果去陳雲林去圍閣 去圍閣 帶小姐 這樣 你如果說萬一 你如果像她這樣 去圍閣 都把她打卡下去 這樣 我跟你說 你沒辦法知道嗎 當然知道嘛 對不對 你現在聽這個就聽好了嗎 比如說 陳雲林去看什麼地方 你有看到她 冠軍 想把她搶起來 打卡 這樣是不是大家都知道 陳雲林在哪裡 對不對 這是很簡單的這個道理 我那時候就寫一筆文章說 要怎麼 如何 活桌成雲林 你怎麼知道這筆文章是誰出的 全世界 全國民黨的 尤其是中天新聞 還有你 北京新聞都可以看 你也看中天 中天都沒有侮辱台灣人 為熱事 所以中天新聞如果要給我訪問 我說 對不起 我不接受你採訪 我有讀者的權利 我有觀眾的權利 我差不多在觀眾讀者的權利 你根本就是要把我誣昧的 你哪裡是為了你的讀者觀眾 在爭取權利 所以那時候 整個所有的記者 那好像兩三年前的事情而已 各位 我是給那些所有的紅色的媒體 或藍色的媒體 對我 這樣配平到沒有一件事 說我就是要叫人去捏成雲林 你要想 我他有時候好等人的 你們別是那個 國風部的部長 或是那個什麼歐洲的這個幫助 不然是要叫人 要怎麼去捏 活桌成雲林 那根本就是我們英語裡面 譬如說 catch 我們的學生說 catch catch是什麼意思 活桌嘛 我把你捉住嘛 捉住那是學生嘛 連這個英語基本都沒有了 什麼意思也聽不懂 只有一個人 聽不懂 叫做台中指定胡志強 為什麼呢 那個時候李陶還在主持節目 李陶就說 欸 你看那個義父說要活桌成雲林 你覺得怎麼樣 結果人家胡志強說 哎呦 人家那篇文章寫的是 catch catch就是意思就是拍照 拍照 他們這些人就是 他要跟你捏歐的時候 他沒在插他 你到底在寫三回 他也看不到 老實說 他也看不到說 什麼讓做 拿一支手機 插一個胸 然後你有經過GPS定位 然後你就可以知道 陳雲林在哪裡 在那個時候 差不多三年前而已 他們聽不懂 聽不懂就是聽不懂 聽不懂 我是不知道什麼原因 有可能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智商客家 第二個就是音樂 在那裡 另外文章連看也不要看 所以 那時候名嘴也一堆 在那裡跟我說到 說得很難聽就對了 我總吃了一個靠音 因為那裡 很多名嘴 你就買是不是 以前我帶你們 帶你們去電視台 所以我就靠音 我說 你現在我現在帶你進電視 當初我帶你進電視 你現在已經成為名嘴 啊你 我有那時候帶你進電的時候 那時候 我有跟你們說 什麼事情要求真嘛 求事嘛 你不是 你根本就沒做嘛 你現在你有沒有看我那篇文章 我沒有看啊 我沒有看啊 你沒有看你評論什麼 所以我們現在的名嘴就是這樣 很多朋友說 因為你是名嘴 我說 我就不是名嘴 兩點 我已經跟你說過了 第一 我連總監都不愛做 連主持人都不愛做 我做你的名嘴 第二 我的學問都不夠 我都不知道外星人躲在那裡 要知道外星人躲在那裡 不知道去做名嘴 你不知道等我 去給外星人抓去 回來之後我有心得 知道外星人躲在那裡 我不知道去參加你的名嘴 所以我絕對不是名嘴 啊 這簡單嘛 我就是 簡單的漫畫家 在學校裡面 就是在搞這些數位藝術 所以這件事 兩三年前的事情 今天來講 大家都可以理解我在講什麼 但是呢 那個時候啊 你能讓媒體我和我 很難看就對了 尤其是這些什麼 綜藝節目呢 也跟我演到 我像我講的就對了 說要叫人去自己 唉 所以喔 有些事情啊 時代 還沒搞 你 先知啊 在本鄉總是寂寞的 不過 我跟你說 我早就知道一件事 秋季哪來 這個時代 行動裝置哪來 哇 這樣這聲齁 對這個老老少少 幫助就非常的大 我說一個最簡單的 我們像我的歲 五十幾歲以上的人 他如果想要說 要進入電腦裡面 困難呢 齁 像我們現在這個 跟我主播的 小高 小高對他來說 電腦拍你 怎麼有什麼事 對吧 反正欸 哄我一直拍一拍 我們小肆吼 自我這 就是它成長的過程是 就是這樣 有什麼 就是有電腦啊 有個鍵盤啊 有個滑鼠啊 如果鍵盤 滑鼠也很困難 對於我們這種50個義兄 我的朋友 滑鼠點一下會不會開 啪不會開 你啪 也不會開 一定要啪啪 啪啪 啪啪 啪啪你也要啪啪 比較久年紀的人不知道什麼叫做啪啪 這樣用的叫做double click 要啪啪 可惜啊 在我一代這些年輕人 他已經不同了 他認為他的成長過程裡面就是 鍵盤滑鼠 這是應該的 但是但是但是 我跟你說 如果這幾年出席呢 差不多出席差不多5歲 差不多5年來 這出席 我告訴各位說 他們不知道什麼有這個鍵盤 不知道什麼有這個滑鼠 他們只知道一支鏡頭把它刺下去就對了 看要怎麼下用一支鏡頭就對了 所以他們是手指接觸的世代 手指觸控的世代 是很快的呢 再來後一代他說 阿姨夫 阿姨過來呢 怎麼發展 我告訴你 後一代叫做 新一支鏡頭而已而已 新一支鏡頭 一支鏡頭可能也太多 現在看來就是肢體動作 每一支鏡頭的你就知道我要說什麼 電腦就變成這樣 你說這個很久 沒有很久 我四處在演講 都在說這個 你說每一支鏡頭有什麼啊 沒有什麼啊 每一支鏡頭的就知道我要做什麼 你有去看那個 你如果是去百貨公司 看那個XBOX 那個微軟出的 那個微軟出的 有一支叫XBOX的遊戲機 比方說 有一支我就帶我太太 去到那個台北美麗華的百貨公司 他剛才賣那個叫做Kynet 他做什麼呢 這一支鏡頭 他現在要練呼拉圈 他去買一個呼拉圈嗎 不用 你就眼睛看到電視 看那個電 那電視裡面呢 裡面有一支 Stylebox say -"肌上殼", 肌上殼呢 就能 我們太太的影像 他可以感應 所以 那個可以讓他搖u這個 你看電視裡面 他的人啊 就在裡面 在那個豬辣圈嘛 這就是這個肢體的這個動作ULT 這個是一定 這種科技不是魅 кру 這是一定人贏貴而已 人家一定遊戲機不知道做到哪裡去了 你如果在玩遊戲機的人你就知道說這樣 請問這個有什麼困難 對一個比較資深的國民來說 你若是選一支精頭 可以用觸控式的像什麼手機 這有什麼困難呢 你不是一開始就是用一支精頭 不然你是用什麼 所以到觸控式出來之後 時代就開始改變了 那時候剛好很多朋友差不多兩三年前 很多我這些老朋友 他說 等現在這聲開始有手機走出來 我看年輕人都在營 不過你要知道 慢慢我很多老大哥老大姐 開始了 你買好營 增加了上網的人口 全部所有的上網人口 別告訴我 我們現在最多人在營的這個Facebook 叫做臉書嘛 對吧 請問的 臉書裡面 那個新增的參加Facebook的人口 最多的是幾歲到幾歲 你看看 這第一名 我告訴你 我先告訴你第一名 第一名是十五到二十 就是說 年輕人大概在十五歲以後 就是父母親 要灌灌灌不去 他要參加Facebook 你也不知道 你說 在網路裡面 不是只有Facebook 是分享的一個機制而已 幾個種的 非常多 什麼Twitter Perk 什麼一堆 少年有少年 這個 不一定說要用Facebook 但是呢 在Facebook裡面 是十五到二十 是新加入人口的第一名 可是各位猜猜看 第二名是哪一個 第二名是 你看看 給你三秒鐘十克 還要哪 一秒鐘十克 我告訴你 第二名叫做 六十到六十五 我真的人家說 那怎麼這樣 我告訴你 第三名叫做 五十五到六十 你告訴你 很簡單 這些朋友 就是要怎樣 他要看他們兒子和孫子 在做社會 所以就自己Facebook裡面 去常常看 像我也是這樣啊 我去看我女兒子 到底他在做社會 我的親人 我的這些 到底在做什麼 我讓人加入啊 去看啊 你現在手機裡面 你不是有很多什麼Nine嗎 等於做工序做到這麼大嗎 有什麼Facebook嗎 FaceAPP 我們台灣人加入我的FaceAPP 還有一個 Skype Skype的年紀比較長 我們台灣人加入Skype 還有什麼 微信啊 那不是一堆對不對 所以有的人都在用這個啊 大家人都是在那裡通電話啊 所以我跟你說 我有一招啦 還有幾個月 我來給他試 我說喔 第二 我絕對沒有要打到別人 全部都網路說 我所有好朋友 我都要給他網路來 第二 人打來齁 在夢接 人打來的錢不是我扶 對不對 我打出去要我扶嘛 結果呢 那一禮拜也吃什麼 沒什麼人打來 幾乎很少啦 那一國我就不知道怎麼啦 整個都沒有人打給我 反正喔 漁夫現在就打小了 過氣了 沒有人 你以為電視台熱了 沒有人要請你了 這我真的很幸福啦 只有一些好朋友會打給你 我的好朋友 我自己也很無用 不一定會打給你啦 所以呢 那一禮拜 那一國月 接來的這個通年紀錄 多少你知道嗎 零 零 零 中華電信給我拿來的 通年紀錄零 好啦 這知道是不是 通年紀錄是零 好 那我請問你會監聽嗎 監聽我的電話有效嗎 現在很心想喔 最近因為我們流行監聽嘛 不是流行啦 那個馬營救有那個 那種人才會去 那種政府才會去監聽 這如果在外國那種 那種奧塞政府照的 要自己去試一下 比較有人要等到這 監聽喔 好 那我請問你 你如果用Nine 用 用這個 Whats App 用Skype 那麼 用這個 微信 什麼 可以監聽嗎 可以監聽嗎 好 我跟你說 很多朋友 這是不是 這怎麼不可以監聽 這怎麼可以監聽 這怎麼可以監聽啊 現在這個 城市怎麼打開一下 我跟你說 這些公司 都是 團體通訊公司 只要中間有一家公司 只要有一家公司 人家發現它的訊息是可被監聽 可被入侵 我跟你說 這個公司不用開了 這公司 不是 寫到 資本的幾十萬 那是幾十億的公司 在 這個 所有電腦的 這個 啊 啊 啊 欸 各位要知道 我是讀 我是讀 數位博士隨便 不是讀 電腦資訊 但是呢 這些東西 我算說研究了 有一點點聽到啦 我告訴你 這裡要監聽很困難 有一個例外 什麼例外 在 地匯 你進去 那間公司的基盤裡面監聽 啊 我要 現在我就是要聽這個 假設說王金平 跟 這個 柯建民兩個人 用LINE在那裡通電話 我就是要監聽柯建民 跟 王金平的LINE 那你就死了嘛 對吧 好 那有人就問我說 欸 奇怪欸 那為什麼那個 胖 什麼胖 上達人 那種 麵包 為什麼說話 查到說 LINE上面的那個紀錄裡面啊 他這個用這個LINE的紀錄 給他起訴啊 我告訴你 很簡單嘛 你現在把一個資訊 傳給 比如說假 是罪犯 傳給 乙 那但是乙呢 把這一份資料保存了下來 那交給警方 那當然會發現啊 這其實是 想你也知道 你嚇人給一個東西 叫人 現在所謂的監聽 是在說 兩個人在監聽 兩個人在通電話當中 你把他監聽 那為什麼 為什麼很多 這一個立法委員說 0972這支電話 是屬於無法監聽 所以呢他們就自以為是無法監聽 就趕緊的 齁 要走去那個 要去旅行裡面 所有的重要電話都走去旅行 因為說無法監聽 那我所知道的 齁 如果他是使用Skype 那這真的是無法監聽 但是他是不是使用Skype 我就搞不清楚 齁 我就搞不清楚 那你用Skype 要監聽也很難 因為他是屬於peer-to-peer p2p啦 比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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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說一句 比如說 王清平說一句說 柯建銘你好 柯建銘說 王院長你好 在Skype裡面說 那中間就插上了 全球數億人 數億個風包 你是怎麼對得起來 無法去對 但是有個例外 跑到Skype的機房去說 我現在有監聽票 所以你Skype要讓我聽 這樣才可以 但是我請問你的 這是全球的國家 全球的公司 這是美國公司 我們有可能去插利 都插插利 對吧 所以這個蘋果 其實裡面有一個新聞說 哪有這件事 我們哪有辦法 說哪有我們的警政署 我們10個人去找那個 哪有說 拜託你我前天 哪有說 我插插利 是你娘 人家就不想插利 不想插利 你就無法去投資 裡面監聽 你說 比如說 WhatsApp 這個 這東西 它每一通電話都經過加密 所以你 即使你用程式什麼什麼 等等等 你下來的也是亂碼 所以無法監聽 有那個 最早以前就是 有一種手機的 叫做黑莓機 叫做Blockberry 那這最近 叫買去 最近人家要買去 那麼 黑莓機呢 最厲害就是 加密 加密 比如說你用iPhone iPhone對iPhone 經過iPhone的iMessage 一樣 無法監聽 無法監聽 所以現在老實說 我們的警政署 都不知道是哪一個天才 我看那個可能 我哪是要觀商勾結 就對了 說有那個800萬的經費 準備要去 把那個 什麼WhatsApp 這類的這個軟體 通訊軟體公司說 要給它監聽 800萬有它的用處 就是撒去賄賂 裡面的那個 科技人員說 拜託你給我監聽 不不可能啦 800萬人不在乎 你怕賄賂那個 那個CEO 執行長 你說什麼 800萬 我一年 是幾個月的人 我現在 我的薪水就幾個月了 我只想八百萬 笑死人 所以 在手機上面 但是 為什麼 那個王建平 跟柯建平 要給我們監聽 當然他就開什麼 中華電信 我們一般 台科大這類的電話 當然要監聽 才不可以監聽 你這些人 所以你可見 我們這些立委員 為什麼我們台灣的科技 不會進步 我們這些立委員 他們的東西都很古老 他們的手機都很好的 可能 如果iPhone 5s 出來 他們可能第一個拿到 特權嘛 但是他們可以 叫做卡電話 其他都不會開 他的手機都可以上網 但是他也不會用 大部分 都這樣 有人問我說 漁夫這樣 人家要監聽 你要怎樣 很簡單 我就賣 我都賣 我都賣用那個 卡的中華電信 來卡台科大 我都用網路電話 你講 你要對我監聽 那有沒有那種 可以鎖碼 什麼自行鎖碼 的這種應用程式APP 當然有 就像山的 你說 你卡電給我 然後 然後呢 你隱藏號碼 你也做是不是 你這種APP 有嗎 也有啊 在台灣做的 你每個卡來 我都不可以知道 你的電話怎麼回來 這是 古早時代 沒什麼差 啊 不然這樣而已 不然這樣 你現在如果說 比如說你 你卡電給我 我的這個 比如說你拿iPhone iPhone這種 啊 有人卡電給你 亂 然後你打給他 或者你發個簡訊給他 啊 你怎麼在亂 還是在撒公告 這樣我跟你說 iPhone裡面 比較簡單 就是一個指令 封鎖 種植醫藥 你會拍到什麼 簡訊也拍不到 所以人家 很多公司是 事實上 對於這種 所謂的 商業機密的保護 人家做得很好 為什麼要做得很好 欸 我 想到你個人運用 那是不用錢對不對 但是商務運用 那是要 我可以賺很多錢的 所以我會認真去做商務運用 所以 如果拿到這種手機 拿到這個智慧型手機 我那個 資深國民數位班 第一件事是要做什麼 除了家立 臉書 第二件事 通信軟體 欸 我有一個朋友 是不是 他現在要買一支iPhone 噢 他就說 我聽你說半天 我這樣 趕緊 因為他們做小孩 都在國外在討論 他們的兒女 所以 他 一國會說 我是不是 一國會跟他們通電話 一國會要花兩萬幾塊 啦 花兩萬幾塊 兩萬幾塊 有一天我這樣聊天 就在說 當然現在 很初時 你聽公佈的時間 你一定不會這樣做 你一定知道 這樣合避 你買一支支配型手機就好了 當然也知道了 那時候 那時候他不知道 所以他買一支之後 就 他們的這個 登錄 這個通訊軟體 你知道嗎 一登錄 那那個通訊軟體 一般是說 你如果登錄了以後 這樣就會有很 你的 裡面的那個通訊 通訊軟 就跟你比對 什麼人會用這個 什麼人會用LINE 比如說用LINE 他跟他比對 什麼人會用這個 什麼人會用這個 好 那我的朋友很辛苦 他一登錄之後 通常 他們造型中 為那個通訊軟體 發一個訊息 他說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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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媽會出現呢 在我的手機上面 那日本在留學 為什麼我媽媽會出現 在我的手機上面 為什麼 就是因為比對嘛 你媽媽也用了嘛 當然你就 當然他的電話 他的這個電話就跳出來了 所以我很多朋友 如果開始在我的手機裡 有那個通訊軟體 跳出來 我就說 欸 我就先給他寫一個 簡訊說 你換手機啦 哈哈 說的啊 一樣啊 一樣 所以現在台部份 欸 台部份的人 差不多都 五十歲以上的人 已經很容易接受這種 智慧型手機 不過有些人是蠻有趣的 啊 我們用這個智慧型手機是這樣 比如說我們家在圍爐 欸 過去我們在圍爐 啊 因為我們家的人 可能你們家的人也是這樣子啊 全世界各地 不要說全世界各地啦 全台灣各地散佈 有住台東 有住華連 有住台中 有住台北 有住高雄 那我請問你 那咱咱要圍爐的時候 有的人 總是有一個人 啊 啊 怕孫三明月 沒路回來嘛 啊怎麼辦 啊 更簡單嘛 我們來開視訊會議 手機視訊會議 這會圍爐 哈哈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當時叫圍爐 這樣是不是 全球圍爐 啊大家就是說 約定一個時間 啊不管你在哪一國 在哪一國 沒關係 啊我們就是在 到了除夕夜 我們一起圍爐 啊 啊過去 你現在想到 過去是 是女方 比如你如果嫁妝嫁嫁出去 啊就在男方家裡面 圍爐嘛 啊女方的家長要怎麼 那兩個老公啊 飄在那裡 自己是要 可憐的 過著除夕夜嗎 欸不是啊 現在也可以 再進一步的這個 進一步的用手機來做圍爐 事實上 我的博士論文 我是學的 我是在那個數位空間 我本來是要這麼多 尤其是 如果我們的數位視訊 一定跟一個牆面一樣大小的時候 一個牆喔 一面穿我喔 在哪兒肚子的時候 你那個穿我 你們家那個穿我 對面 可能就美國 就可能是日本 又可能是法國 這樣我請問一下 是不是全世界都黏著火了 對吧 以前我們講說 A B兩點之間最近的距離 跟著直線 但是現在不是 現在 A B兩點之間 最近的距離叫什麼 叫做A跟B兩點重複啦 把它重疊 疊在一起 這樣兩個空間就疊在一起 所以空間的概念 就像一張紙一樣 他一定可以疊起來 那就完全不一樣的空間概念 很多人說 他有你在建的 數位建築 是在建什麼 我哥啦 你是不是要蓋房子 我說我蓋房子 你千萬萬大 我自己也不要蓋房子 我的研究是數位的建築 是在說這個 OK好 那這個就很有趣了 我們現在開始的會 使用這種 手機 或是 這個 這個 行動裝置 那你現在有看到 幾人 拿到手機了 還是拿到這個 行動裝置 iPad 或是什麼Pad 不管 誰在拍照嗎 有嗎 現在大家 如果誰在那 飯前拍拍 飯後拍拍 要吃一個飯 是在菜 菜呢 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的時候 大家都不敢 先搶一下 你搶我搶 大家搶這樣 搶到啪啪啪啪 搶完要做什麼 搶完要上傳 我還在吃什麼 尤其是我們在Facebook上面 過期也吃心吃了 我們的朋友 你說 你很無理 沒有靠電話 去跟你的朋友 你還可以煮一下 你不知道要靠電話去問 現在有需要嗎 不用啊 為什麼不用 你的朋友 現在去那個 早上吃飯 中午吃飯 晚上吃飯 晚上吃飯 你也都知道 你跟Facebook裡面 你跟自己好朋友 他早上吃飯 晚上吃飯 晚上吃飯 你也都知道 他們到發生什麼事 你也都知道 因為 這一種 分享的機制 可以讓你全部都把所有的好友都連在一起 不是嗎 不是就是這樣子嗎 這多有趣的事件啊 對吧 像我一個朋友 去坐Cruise 我現在就沒錢 只好看別人 去全世界去 坐一下 我們的Cruise 叫做什麼 叫做愛知傳 都坐上去 去全世界去坐 有一天 每天就要發佈 現在到哪一國 現在到哪一國 哇 欠聖的 跟我說 我們兩個 要趕緊欠錢 早上 沒關係 沒有 早上要買菜 藏仔給人 躺兩棋了 看他可以生瓜子 這樣 生瓜可以出國嗎 看我的朋友 那四季出國 那實在是 吼 欠聖的 誒 我的朋友 有一天 出國 去芬蘭 芬蘭 芬蘭咧 芬蘭在哪裡 芬蘭在地球 上面上面那裡 就是聖誕老人 他們家 有一個人在芬蘭的 赫爾辛基 首都嘛 赫爾辛基 他說 他坐那裡 喝咖啡 但是看到對面 那裡有一間房子 很漂亮 就趕緊他 挖起來 挖起來 就帶Facebook裡面 他說 我現在在芬蘭 正在喝咖啡 對面那個建築 好漂亮 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這樣一句話而已 你知道嗎 剛才喝咖啡 我沒看到 我們兩個都 剛才買一間去赫爾辛基 所以我們就跟他說 哎唷 驚喜喔 那個 這個 你剛坐在總統府前 那個叫做 芬蘭 赫爾辛基 總統府 芬蘭的總統府 所以 真心就是說 每一個人 都把這一個 照片啊 網路存 好 那這個就有趣了 這個要講雲端 以前齁 我如果去跟他說雲端齁 我如果說到這些數位的東西 其實我在 兩千差不多空五年 開始有一個主題 這個主題 是我們在說這些數位的東西 啊 有一段 去一間 這個 公司 去人請我 邀請我的演講 我的主題 還是說 數位大總統 我是要說 數位的生活 欸 你怎麼知道 對方 都說 對方也不敢在做 我想 那一陣 你這個漁夫 那一陣我還在做一個 法式的職統 你這 大大的漁夫 你是很出名的人 齁 你要說的事情 一定是很厲害 數位大總統 趕快拍電話 我說 衣物先生 你要講的主題 實在是太好了 你要講那個數位大總統 請問你是要講幾位啊 數位嘛 數位的幾位嘛 您要講的數位大總統 是幾位啊 連數位是什麼 啊他講也沒有錯啊 我自己也感到愛笑 啊 數位 啊如果中國人齁 他們那邊中國說數碼 啊 我們說數位 不然他們就說什麼數字 啊 啊所以 啊 anyway 就是說digital digital的意思 那麼現在這個有趣 我以前在說 其實我一直在跟你說 一概就是 說 現在比如說 你差不多我在說 我的朋友 他在芬蘭 然後拍了一張照片 然後呢 在赫爾辛基前面 總統府的前面 拍了一張照片 上傳FB 我請問你 他那張照片是欠在哪裡 欠在哪裡 欠在他的手機子嗎 啊不然他的手機子 如果說 去刺激 刺激完 哇 六位那個 芬蘭的外海裡面去了 那請問他回來是怎麼樣 那張照片不見了嗎 不見了嗎 當然不是不見了 所以他那張照片 存到哪裡去了 在他存在手機子嘛 在你 因為他上傳了FB 所以他的手機 就存到了FB上面去 這個就是雲端嘛 就是這麼簡單嘛 你覺得你的照片 走去雲的上面 雲端的上面 走去三太柱那裡 你說你要用的時候 拜請三太柱 麻煩你給我照片 給我用下來一下 這樣 這個照片就下來 所以人啊 我常常講說人現在不會死啊 你知道嗎 現代人不會死啊 誰會不會死 你的照片 你的思想 你的文字 你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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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愛聽音樂 什麼的 你整個都 完全所有的你的行為 剛才像一個活生生的人 都已經放在雲端裡面 躯在雲端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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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但是事實上 你所有的東西 都已經在雲端 那下一步呢 透過 這個 這是今晚的事情 透過這類 透過這 你所有的瀏覽行為 跟你所寫的文章 這個 我們下一步叫什麼 Data 這個 一個專有名字 叫做BetaData BetaData BetaData 這講得什麼 大家 不知道要怎麼翻 簡單說 資料中的資料 歡迎說 我根據你的照片 你的影片 你下的文字 你的瀏覽行為 跟你喜歡看的 什麼有的不的 我可以分析出 你這個人 是什麼樣的 人 所以從你的 這樣子的一個 你的行為 我就可以再 複製一個你出來 複製一個人出來 複製一個人出來 複製什麼 從什麼 啊 比如說 你如果 你去了 人來跟你說 哎 魚腹你好 啊 電腦當然 那算是說 魚腹的個性 大家他也是會說 你好 他不會說 三字經出口嘛 所以他就會 訪我的聲音 訪我的 訪我的 可能訪我的人 訪 訪我所有的性格 可能會怎麼樣回覆 他當然可以製造 這個 duplicate 這個人 要複製這個人 這不難啊 這不難 啊 比如說最近呢 啊 我們大家所知道的這個 啊 啊 google翻譯啊 翻譯這件事 嗯 所以我現在來說 是不是 我都很小 啊 以後我們的學生 嗯 要不要英文檢定考啊 可不可能變成一個笑話 有可能哦 非常有可能哦 哦 我在台語裡面 在教學我的教學 非常有可能為什麼 那個 不要說什麼 那個Microsoft的微軟 微軟 它現在一定 一頭一定出來 啊這中間也會放在那裡 在那裡 行動裝置啊 手機啊 平板電腦什麼 都會放在那裡 齁 他這一道就很簡單嘛 他就是 我譬如說我現在講英語 啊人 啊這個電腦給我翻譯 這個漢字 喔 你好嗎 How are you 然後這個 這個 電腦 講出來就說 欸 啊你好嗎 啊但是 這我跟你說 那個電腦是 防我的聲音 講出 漢字出來 你理解我的意思嗎 啊 啊所以這個其實 很快啦 很快 那麼雲端呢 會變成什麼 雲端這件事情 會變成 你所有的東西 都要放在你家裡 啊當然 如果錢要放在你家裡 啊 呵呵呵 啊錢放在你家裡 啊錢放在你家裡 還說啊錢 可以走去銀行 保管當然也是啊 好 那這個蠻有趣的 錢 放在你家裡面 跟錢 放在銀行的保管箱裡面 那我請問一下 哪一個的錢 比較容易被偷 啊我們如果是差辣 哪一個要去投給人家裡的錢 是走去銀行的保險箱 掏 比較容易 還是走去拎刀掏 比較容易 啊當然是跑去 這個拎刀掏比較容易嘛 啊不然如果放到你這個 看自己身體又不太多用 我自己用呼呼的 我也說整個都用掏 變成穿的 對吧 欸 這是你去銀行的保險箱偷 啊你如果去拎就保全 要給我拔刀掏 對吧 對吧 那些人又叫警察來 那一隻就叫他抓到 可有人 差辣跑去銀行的保險箱 在偷的啦 啊所以這個蠻有趣的是 很多人說 我不是叫都叫銀行 保險箱銀行 不知道會把我拔刀掏 啊這當然 銀行會把你拔刀掏 不知道啦 啊有發生過嗎 啊當然也有發生過 啊但是這間銀行 如果把人家給人家 竟然掏錢掏去 我就說 後來有什麼人 跟竟然掏錢去那裡掏 是不是這樣 啊但是你如果放在你家 你如果叫我拔刀掏 那有人要跟你拔刀 啊有銀行的那個保險箱 或是有銀行的存款簿 啊你就掏去那裡掏就好了 你為什麼 齁 要掏去那裡掏錢 那裡掏錢 當然有些人是例外 齁 譬如說那個靈異四銀 倒是掏去那個池塘掏 啦齁 有人掏去那個 池塘掏的那裡齁 譬如說 就反正如果國民黨的都比較厲害 啦齁 那有人用換金條的 有消防署長換金條的 可以掏錢 齁 當然這就是例外啦齁 這與我們今天主題齁 雖然無視什麼關係 但是都知道這些人是這樣啦齁 那麼 有趣的事情是 好啦 那到底 還有哪些雲端 雲端是非常的多啦齁 那麼 各位想說 到底有什麼東西 我通通可以存在雲端啊 呃 第一就是你的文字這個沒有 文字啦 信件啦 這個都是放在雲端嘛 那至於你的相片 那你只要是數位化 你都可以放在雲端 那真是我啦 我在主持節目的時候 因為我的時代不是數位時代是類比 所以我很多節目 八點大小三啦 我在主持完 我妹妹常常要去大賣場去買錄影袋 VHS的錄影袋 我現在開始要來設定 隨便錄起來 只有VHS 各位知道那VHS那一塊是很大塊的 雖然我們現在一二十歲的少年 人家也不看過什麼VHS 那是什麼畫畫 但是那個時候 為了那個VHS要錄了 我家的那個 我的節目是幾個年嘛 搞起來整個家庭的 不然我來到台南的時候 就VHS要把它Distatize 要把它數字化 你怎麼知道我花三年的時間還沒做完 全部 現在就是說 你要找到VHS 這是什麼我哥的錄影機 Play 很難找 第二 所以你要把它Play出來 要把它轉做數字 數位 這樣 現在又花了一筆錢 對不對 所以那個工程變成非常浩大 三年還沒完 三年還沒完 但是你如果到陳鋒 他的時候 也整個都要用好了 齁 一些網友 什麼的 行送 他的關心給他錄錄得好 上傳 這樣 世代不一樣 就是這樣 啊你如果數位 有一個什麼好處 你要搜尋 搜尋 Google一下 也都知道 只要找出來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 影帶的部分 齁 部分就是要這樣 下去用 啊你把它 拿去YouTube裡面放 啊全世界 要叫 錄影帶 要叫 影片啊 叫你所謂的影片 怎麼做得好像痠 對吧 Facebook可以放嗎 當然可以放啊 啊全世界 都要說 這個青菜齁 如果是去看我的部落 我殺一堆 齁 齁 你要放? 四季也可以放 齁 齁 就放在語音端嘛 有人說 萬一如果倒下來 齁 你倒要怎麼辦 像我們現在在看這個 無名小站 齁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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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無名小站裡面的資料 像上品齁 那不知道幾十 越來越去 齁 海影集的 那些 那些相片 啊文字 別說了啦 文字 那不算什麼啦齁 啊影片也不知道 就好像痠 那樣 啊我 這什麼要怎麼辦 我請問你要怎麼辦 那人 雅虎就跟你說很清楚 你搬家 搬家 蛤搬家 我搬家 什麼地方 我剛才裡面的相片 我 像我齁 我放在FREAK店館的相片 一定要五百萬張 五十萬張 五十萬張 五十萬 齁 五十萬 五萬幾張 我看不清楚 五萬幾張 你看 現在 像雲端有這個賣家 你看 現在變成老人時代 我們東西放在那裡都不記得 放太多 因為我太多 尤其現在數位齁 大家 邊編一直戳 沒有在灌台 五萬幾張 好 那五萬多張 你要放在我們以前的相冊 裡面 那還得了 你把搬那些相冊 把你洗出來 你就洗到什麼公民旗 還要把那些相冊 搬來搬去 你有可能 那 所以怎麼辦 很簡單嘛 人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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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hoo告訴你 我現在開放 趕快 下載 下載 那個 匹克幫 另外一間公司 他也是在做部落格 他就很簡單啊 欸 你想從文明小站搬來我這裡嗎 想的話 來 這裡有個按鈕 把它按下去 這樣整個你的東西就開始 轉過那邊了 所以因為它是屬於數位化的東西 零一零一零一 所以它在搬動啦 複製啦 什麼都非常的簡單 你不用煩惱啦 你不用煩惱說 我的主持人家在哪裡 我在找不到啦 不用煩惱 第二 你放在雲端裡面 那他要不要錢 他要不要錢 這是很重要的問題 很多人想說 我的東西放在雲端啊 我的錢 我要不要付他很多錢 你要付 我覺得你付還好 可能願意讓你付錢的 那更好 為什麼 你怎麼知道這 就是你 為什麼要說要付錢 因為他有付錢 他才會有好服務嘛 但是付錢會不會付很多 當然不會很多 為什麼 全球的人來貪嘛 比如說 我們現在是這樣子啦 你在這個 這個Flick 或是在Google上面 儲存你的相片 那我請問你 對Google來講 一個人儲存相片 跟十個人儲存相片 對他來講 編劑成本幾乎是零嘛 多一個沒有什麼 多一個 多兩個 多三個 多十個 多一百個 對他來講 編劑成本幾乎 要等於零 除了那個什麼儲存 什麼伺服器之類的 啊 就是他給你 charge 就是因為 數大就是美 假設你現在是 一億人在用 那當然啊 開玩笑 當然就是 你就是用 所有的東西 就是一億人來貪嘛 好 那這個就是我在講的 當你的這個 雲端的生活來 為什麼 現在開始有很多 現在五十歲 以前的這個 老大哥老大姐 和我在那個 咖啡廳裡面去辦一個 資深國民數位班啊 很簡單嘛 因為現在整個的門檻 都已經降低了 所以 一直開始在這個 雲端裡面 是 這個生活裡面 獲得了很多的樂趣 相片 我可以存 影片 我可以存 文字 我可以存 我小時候 我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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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可以知道 所以他們就可以 去Enjoy 這些生活 啊這就是 有這麼開始 所以 慢慢 我在這個 資深國民數位班裡面 越來越多朋友 越來越多的 老大哥老大姐 願意來 跟我一起學 不過沒關係 我們這個 事情 因為這些東西 我會慢慢 在我這個公佈節目裡面 來故意分享 給大家知道 我們每天 其實我們 我們 我們不用說 它排斥 要說 我要用那個 什麼智慧型手機 智慧型手機 你慢慢 你會覺得說 這個聯網的世界 原來變成這麼可愛 哦 啊這個問題 我這裡 以後我這邊 這裡 我們大家 做回來 一塊一塊來講 啊每一塊 都輕輕鬆鬆鬆的來講 啊 讓我們所有的朋友 可以一起來分享 好 啊今天就說我這裡 啊這裡是 自由之聲 FMQE.5 我是漁夫 漁夫 漁夫自由行 到下修天啊 我來講 我來講 我來講